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学校为了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 考出优异的称子 每次大考都办了奖学金 只要你考年级前十 对 我们班你考班级第一 大概就是有奖学金的 这第一名努力努力还是有希望点 王一阳 你成绩也太差了吧 物理都不太及格的 要你说 我不想好好啊 不会嘛 我 还没上战场呢就想着当败兵 跑到我才怪了 确言 你帮帮我呗 你吵她 这名单上都没她名 你成绩怎么样 成绩还行吧 沈同学 同桌要相亲相爱 所以我们要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你要怎么样跟我想想呀 走 来 咱们看上课啊 能不能可以把那个板棒那块给擦一下 然后上次老是说了 垃圾桶放在指定位置啊 我今天早上过来教室的时候 看到宿舍楼下贴通知了 说住宿报名的时间要截止了 你还申请吗 申请 但我还差点钱 不会应该快了 你 你家里不给你钱啊 我自己想住的 所以他们不知道 这边这边这边 给我给我 打一个打一个 好好打 远远 你这件球打得不错啊 好 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好球 这些高一学妹颜值挺能打的 是啊 这学妹不是高一的 高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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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啊 高二的我能不认识 等会儿聊聊去 走 哎 你看准件扔啊 我跟他扔得挺准的呀 哎 你 我扔得挺追上鼓 categories 天堂都很不认为 他帮助就拼了 多么 赶紧 干嘛 你有病是吧 干嘛 吵起来 这是什么吵 吵起来 还是我同桌 你同桌怎么了 别惦记他 你为了这个店晚上熬夜工作 上学迟到上课睡觉 沈娟 你还是个孩子 你不要把这么重的担子 往自己的身上扛啊 沈娟 你去哪儿啊 回店里 我跟你一块儿去 老刘嘱咐了 但你共同进步 林晶 快去 你干吗 孝敬孝敬你 这不是想让大神带我飞吗 啊 我吧 这回是真的想要好好学习 叫小林老师我就帮你 再想想吧 所以呢 A等于一点零安 是 能看懂吗这公式 我给你们俩补课 虽然不能分你们一半奖学金吧 但提高成绩也是好事吧 你 球鞋还要不要了 要啊 做梦都想要呢 那你呢 还想老刘来家访吗 王恐龙上课讲的公式是什么 王恐龙上课讲的公式是什么 好 我看你根本就不想要学 你是想挨揍吧 徐 你呢 我总 万有引力攻势 背一遍 你呢 还学着呢 大舅 大舅 您觉得杯子里都没水了 也不知道给大家倒吗 大舅 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行 这学习都用上这个了 早点回家 别让父母担心 往门锁好了 大舅再见 再见 大舅再见 大舅说得对 去哪儿啊 老何 你怎么来了 我当作我们自己使惯 学习这么好过来干啥呀 我搞三张不是一带地 可以呀 搞得有模有样啊 来 知道知道 我可是来送温暖啊 那我先画片了 拜拜 来 还有花生 哎 手柜花生啊还有 停掉了吗 我去看看 老何 一会儿我叫你你就退啊 好 知道了 神娟 是不是这儿啊 老何 退吧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怎么关了呀 我们出去吧 他们还在等我们呢 你看 我就说这儿也可以吧 哼 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回去吧 怎么 刚来就要赶我走啊 那我们先走了啊 走 是什么车你车跳的 走 走了 好 走了 走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回去吧 我来收人 哦 好 向盈老师 走 辛苦了啊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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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人的手 鉄 超 你们的卷子我都看了啊 这电路图画得跟降落似的 马上就要月考了 你们考试如果这电路图 再画得像那个一样的话 分我全都给你们扣光了 尺子都有了吗 没有的给我抓你去买 报告 怎么 你这是去买尺子了吗 上午的课你居然敢迟到啊 沈俊 你可以 给我回座上去 下课我再找 这闭合电路讲了多少回了 怎么就学不会呢 闭合电路中 电源的输出功率 几个重要的知识点 我再最后讲一遍啊 都拿出笔来 给我好劲 屁总 等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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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二 内 沈俊 这里该用哪个公式啊 你 李沈俊 不能给他打小抄 怎么 你准备让他考试也抄吗 沈俊 上午的课迟到 你这可不是第一回了 这道题你要是答不上完 来 给我抄一百遍 P初等于P总减P内等于UY 这道题回答 不代表您考试都能靠好的 这是最基本的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 如果再像他这样 再给我上课迟到 不认真听讲 考不好 都给我把家长带来 这又这么折扯 下课 老师再见 可恶啊 王恐龙的课你敢吃到 不用感谢我 月考考好了一块儿感谢 我想说这是我屋里还行 请不吝点赞 等这些慢用 我和你照顾 我目前还在山上 和我们智能 感谢这样 这个 来自某个不愿意透入姓明的 孙明兰小明 现在您看着很多 冬天由幽默 杨茄的 阳葡萄 薄荷 蒸小鲜 可以放开 然后切成 来 来 来 督促沈俊他们学习的事就靠你了 来 沈俊也来了 刚才我跟林雨晶说了 你俩是同桌要互帮互助 马上就要月考了 沈俊 你有信心考好吗 其实我 我跟老刘保证了 肯定不会让你垫底的 你保证 所以你得好好配合我 这就对了 沈俊 你可是答应过我呢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林雨晶同学呢 学习很好 又是你的同桌 有什么不懂的 你就问他 放心吧 老刘 我都跟你保证了 我肯定好好督促他 不会让他月考拖咱们班后腿大 好 我昨天收到一个特别奇怪的信息 来自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松温暖小屏 而且这个小林同学特别奇怪 他还贴了一个小广告 我差一点就当成垃圾信息给过天了 那然后呢 然后啊 然后我就看了 看到早上五点钟都没看完 沈同学 你这样我很难做的 我这个人呢 做好事一般都是不留名的 相信老实 辛苦你了 同学们 拿到试卷了 认真使查一遍 认真使查一遍 好个事 开始答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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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十分钟啊 写完同学认真检查一遍 名字还有考虑证号 有没有写对 写一 我跟你讲啊 我这次所有的题我都写了 最统一道题我也写了 我这次肯定能及格 多亏了 林雨晶呢 她怎么还没出来 不会没考好吧 你考咋样啊 反正我这次肯定能机会 某些人要不及格了吧 谁啊 你说眷眼 还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她考试还睡觉呢 我题都写完了 空了好多吧 考得还可以 那等分数出来看吧 非我熬夜给你做提及 真对不起老刘 你还给她做提及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是能及格吗 你还给她做提及了 你别累我了 你别累我了 你干嘛呢 我对答案呢 对答案 考都考完了 别队了别队了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不舒服吗 我这次好像没考好 没事 你越考嘛 下次好好考就行 又找茬 我没找茬 我是不小心的 那你下次走路看着点 有些人就知道在这儿演戏 考完一队答案 就一副特别发愁的样子 等成绩出来了 考得比谁都好 是啊 某些人也不知道装给谁看呢 林雨菁 为什么你说话总是针对我呀 我也没说是你啊 你们别吵了 你别理他们 他们就是没事找事呢 这是我分班过来的第一次考试 我想考好一点 让我爸妈高兴的 他们为了让我到这儿 上学费了很大的劲 但是我又让他们失望了 没事 分班本来就要适应 他们肯定能理解 下次好好给他们看 听说成绩出来了 咱们去看看 要是月考考得好 我就有奖学金了 好 走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借过 那我去那边看看 好 墨月经 帮我看一把 虾也没长眼睛啊 我不敢看 找到了 第几啊 倒数第 我的鞋啊 你来看看是不是倒数 那都没及格了 我看他干啥呀 你干吗这样啊 我及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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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前三百了 俊逸 俊逸你看 我进前三百了 好好好 沈俊 你看 你名字在哪儿 你不会比王一阳还差吧 沈俊 沈俊俊考进了年级前十 不敢相信 居然排下了第三名 我的谁啊 七百零二本 谁说沈俊俏罢了 你学办吧真是 就是 真看不出来他学习那么好 你 成绩怎么样 成绩 还行吧 能看懂吗这公式 沈俊 你这里该怎么打个公式啊 批书等于批总减批 那也等于运动 我想说只有我估计还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沈同学 你这叫考得还可以啊 是还可以啊 我没骗你 没有啊 我自己看走眼了 你生气了 我没生气啊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现在开心还来不及呢 晓菱老师业务能力强啊 教出来的学生屋里考了个满分 比晓菱老师自己还高两分 这次月考咱们班考得还不错 特别是沈俊和林丽茜同学 两个人都进入了年纪前十 来 同学们 给她两位国长 特别是沈娟 真是让我万万没想到 考得这么好 这还是我之前认识的沈娟吗 我在月考前啊 特意嘱咐了林丽茜 让她帮着沈娟共同进步 你们都看看 这才是好学生的榜样 不仅自己考得好 还把这同桌啊 带着考得更好 大家要多学习 好吧 请 那下面开始上课 咱们把书翻到 第五十四页 三 四 这个往下放啊 五 六 别偷了啊 六 六 做标准啊 六 肚子规范点啊 不规范一会儿弹脑门了 听到吗 不规范用弹脑门的 我刚做几个还是吗 六 什么六 我做十几个了一下 那没办法 谁让你们不规范 而且不能边做边说话 坐 七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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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分钟了 起来吧 小哥哥 一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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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俊爷能混好李姓吗 俊爷好像没混过别人吧 说 李宇静呢 嗯 怎么没来给你补习功课 错了 错了 你那个学霸女同桌 还没有原谅你啊 我可听说 她连你脑门都给弹了 你怎么就要俊爷变了 以前别说谈老瓜班了 你碰他一下都是找死 你看现在 李宇静来了啥脾气都没了 你别也变了吧 屋里都考几个了 去哪个 我那是为了我的喜爱 俊爷是变得有人气了 啥意思啊 你说她以前不是人啊 你说她以前不是人啊 俊爷是变得有人气了 俊爷以前一个人孤单惯了 现在有人闹到她挺好的 现在有人闹到她挺好的 不是咱们陪着她的吗 来 跟你说我明白 易奖 怎么了 对不起 你怎么突然跟我道歉啊 你不是生我气呢吗 还贪我闹门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 我怎么知道啊 难道就因为我屋里比你高了两个人 因为 你比我二 俊 俊阳爷 我是说全班这道题 只有你答对了 所以我想啊 给你请调一下 它如果是一段电路 两端电视差呢 就等于这段电路中所有的电源 电视与电阻上 电压这样的代数 所以电视变化量是负的 电流呢也是负的 好 谢谢俊阳 对 对 对 我想到啊 俊阳爷竟然正没有耐心 那是 之前啊 都是你误会了 这 当初还不是你传话最快 林允卿 沈隽 老刘让你俩去他办公室 这次月考 好 你们俩考得不错 按照学校的传统呢 这次月考可以申请奖学金 但是 从今年开始 一个班只有一个名额 要不这样 你们俩都写个申请书 学校在结合其他因素 考量一下 选谁算谁 没选上呢 也别生气 好吧 行 回去吧 谢谢老师 沈同学 跟你商量个事呗 说来听听 那个 讲学金你要是不用的话 你要不然就让我生气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这么好的机会 我也不能浪费了 你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们家其实住在莲花村 是一个很穷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提说过 而且我们那儿的人 都是靠卫珠生活的 我能来大城市上学 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我从来没有拿过奖学金 我之前没有跟你说过啊 我本名其实叫林翠花 好 等我拿到奖学金 我会拿给你看的 林翠花同学 你真是没有同情心是吧 我怎么没有同情心 而且我就说你为什么那么严手 怎么了 你在莲花村住多久了 你记不记得你们莲花村隔壁 有一个荷叶村 你肯定知道 说不定你还见过 在我们荷叶村呢 不仅得喂猪 我们还得种地 我也不叫沈爵 我的真名叫 沈爹处 好 林翠花同学 还生气呢 要不你打我 姐姐也谢 立 beverages 余气是一样的 荷叶 艇 和 另一项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啊 好久不见 真是想见 不是 林晶 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吧 你来浦城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这不是刚来 我想过段时间跟你说嘛 你要是把我当朋友 就应该我给你接风 而不是再接上偶遇 错了 耀哥 这是我朋友陆耀 这是我同楼沈娟 你好 我是陆耀 你好 我有个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啊 刚才那个 是你们肖操吗 你同桌还挺幽默 行了 咱们赶紧找个地方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对了 同桌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 我就不去 行 那我下次教你肖操 走吧 赶紧跟你说 你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 喜欢要西瓜 你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 爱管我呀 谁让你是林雨晶呢 来浦城没什么不习惯的吧 有没有什么困难 困难倒说不上 就是孟伟国管得有点紧 钱能冲在饭卡和公交卡里了 我要是想花还得深情 你爸还跟以前一样 一点也没变 他要是能变 就不是孟伟国了 你呢 你怎么突然来我们学校了 别说是因为来看我啊 这不是咱们两个学校 要举办联业运动会吗 我过来看看场地 那谁能想到 居然能在这儿碰到你 上次 你问我在哪儿 能修钢笔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来了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那时候没打算 在浦城常住啊 所以我就没告诉你 他们家 没欺负你吧 谁敢欺负我啊 也对 谁要敢欺负你啊 你就让谁好看 谁敢热灵一惊 不过这精神力下的滋味 真不太好受 我得赶紧 搬到学校宿舍去 那你爸能同意吗 当然不能了 所以我自己攒钱呢 好 老师 来 念一静 你的奖学金名额 申请下来了 在上面签个字 奖学金不是只有一个名额吗 我怎么会有啊 审券放弃了奖学金名额 这个名额就给了你 来 签个字 好 来 这是你的奖学金 谢谢老师 行 继续加油 好 阿姨 我办入住 你们怎么这么爱拖拖拉拉的 再不叫就不给办了啊 我现在叫叫叫叫 转过去 钱不对 剩下的现金奖 申请单呢 什么申请单啊 你把这个申请单填上 这儿签上家长名字 还要家长签字啊 没有家长同意是不让住宿的 这你都不知道啊 我真的就在家长签字啊 你不说那些价格 还要家长签字啊 我都在家长签字 这儿签字啊 我都在家长签字啊 我都在家长签字一整个小的乱 我喜欢看到你微笑的样子 明亮好像太阳 让你生气 我很抱歉